SIMPLE SCREEN RECORD 这是EDU 2015帮大家准备的另外一套 功能很强的萤幕录影程式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点 打SIM 就出来了 这一个 他出来第一个画面 你会看到这个就继续吧 首先你看这里设定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中文化好了 萤幕的哪一个萤幕 你跟随游标还是录制固定区域 你都可以选 那我们通常就录全萤幕 影隔多少你可以定 然后要不要录游标 录影 声音是哪一个 你可以选声音哪一个 各种 我们用预设的就好 然后继续往下走 然后档案你要存在哪里 你可以选择 假设我要存在桌面好了 输入一个档名 叫做TEST TEST的档名 什么档 你可以选择各种影音格式 这个影音格式 当然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 H264 串流影音会比较好一点 选择写 编码器H264 容器呢 我建议还是选WEBM 我存的是TEST WEBM 这样子 H264 然后声音编码是这个 频率多少还可以调 所以它比Current的选项多很多 继续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录影 直接点选开始录影 它就会录影 那现在会出现红字 是因为我另外一个录影档在录影 然后录完直接存档